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冬天到了就担心自己的多肉植物会冻死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每次买了新的多肉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扶盘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对多肉植物的养护和繁殖 有很多的疑问和困惑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个让你 多肉植物安全越多次快速扶盘的秘诀 这个秘诀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也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 但是绝对会让你大有收入 你可能会觉得 多肉植物的阅读和扶盘是两个不同的话题 怎么能用一个秘诀来解决呢 其实这两个话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因素 那就是气温 你可能已经知道 多肉植物是需要一定的温度 才能生长和生根的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温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而是一个变化的范围 也就是说多肉植物不仅要看最低气温 还要看最高气温 而且还要看白天和夜晚的温差 以及晴天和阴天的温差 这些温差都会影响多肉植物的生理活动 从而影响它们的跃冬和扶盆 那么具体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呢 这里我要给你一个公式 你只要记住这个公式 就可以轻松地判断你的多肉植物 是否能安全跃冬和快速扶盆 这个公式是最高气温减最低气温等于温差 听起来很简单吧 但是这个公式的含义却很深刻 你可能会问温差和多肉植物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温差就是多肉植物的生命力 温差越大 多肉植物的生命力越强 越能抵抗寒冷和干旱 越能快速生长和生根 温差越小 多肉植物的生命力越弱 越容易受到冻伤和腐烂 越难以发育和发根 这是因为温差会促进多肉植物的新陈代谢 让它们在白天合成更多的有机物 储存更多的能量 然后在夜晚利用这些能量进行生长和生根 如果温差太小 多肉植物就无法合成足够的有机物 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生长和生根 那么具体的温差是多少呢 这里我要给你一个标准 你只要按照这个标准 就可以轻松地选择你的 多肉植物的养护和繁殖的方法 这个标准是 温差等于10摄氏度 这个标准的意思是 只要你的多肉植物的白天合 夜晚的温差大于或等于10摄氏度 就可以保证它们的安全跃动和快速浮盆 当然 这个标准也有一些前提条件 比如最低气温不能低于0摄氏度 最高气温不能高于35摄氏度 土壤不能过于湿润 浇水不能过于频繁等等 这些条件都是为了保证多肉植物的健康和美观 避免它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那么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什么呢 这里我要给你一个建议 你只要按照这个建议 就可以轻松地让你的 多肉植物安全跃动和快速浮盆 这个建议是白天晒太阳夜晚遮风 这个建议的意思是 你要让你的多肉植物在白天 尽可能地接受阳光的照射 让它们的温度升高 合成更多的有机物 储存更多的能量 然后在夜晚你要用一些遮挡物 比如塑料布指向玻璃照倒 来遮挡你的多肉植物 让它们的温度降低 利用之前储存的能量进行生长和生根 这样你就可以创造出一个 适合多肉植物的温差 让它们安全跃动和快速浮盆 当然这个建议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白天晒太阳的时间不能过长 否则会导致多肉植物的 叶片变黄或者变红 失去原有的颜色和光泽 夜晚折风的方式不能过于密封 否则会导致多肉植物的 呼吸困难或者缺氧 引发腐烂或者窒息 这些注意事项都是为了保证 多肉植物的正常生理功能 避免它们受到不良的影响 好了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多肉植物的跃动和浮盆的秘诀 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很有用很想试一试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那么请给我一个赞 一个评论 一个收藏 或者一个转发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秘诀 让更多的人养出美丽的多肉植物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建议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你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